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行影步离 乘船在9600万个黑色塑料球上穿过 这感觉是不是有点奇幻 会不会触发你的密集恐惧开关呢 在美国加州洛杉矶水库 这是真实存在的景象 将近一亿只黑球覆盖在水面 打造出了世界上最大的黑球坑 2015年时任洛杉矶市长贾希迪亲自参与 把最后的2万颗黑球倒入水库 当然这并不是为了打造水生乐园 但这看似荒谬又疯狂的举动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还要从市长手中的小黑球说起 表面上看好像人们将无数个保龄球滚入水中 但实际上这些黑球有自己的名字叫遮阳球 当无数黑球将水面覆盖之后 就像大多数人的理解 在洛杉矶干燥炎热的气候条件下 可以减少水库水体的自然蒸发量 事实上洛杉矶乃至加州也实在是特别缺水 政府为了节水而限制人们浇灌草坪 甚至显示限量供水 经过科学计算 使用黑球覆盖水面 可以减少85%-90%的自然蒸发量 每年节省下来的蒸发水可达110多万立方米 几乎是8000多人的饮用水量 所以水库覆盖黑球可以节约用水 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原因 同时还可以抵御尘土 雨水化学物质以及野生动物对湖水水质的影响 当然黑球阻挡了阳光照射水体 自然也控制了水藻的野蛮泛滥 这些黑色的遮阳球直径约10厘米 由高密度聚以吸材料制成 表面涂满了抗优微的化学涂料 球体为空心 其中含有210毫升的水 以防止被风吹跑 这些遮阳球每个成本大约36每分 9600万个就得将近2.5个亿人民币 花这么多钱做这件事真正值得吗 难道只是为了减少水量蒸发 一个简单的算数题摆在了眼前 知道这9600万个遮阳球 首先需要石油天然气和电力 而且整个生产过程中还需要290万厘米的用水量 那每年就算减少110万厘米的蒸发量 算下来这些球覆盖水面至少两年半 才能达到消耗与节约的平衡 尽管这些遮阳球的使用寿命是10年 但按照我们的固有思维 这些球能够在三年内不被破坏不被偷吗 真要这么想 那这事注定就是赔钱的了 其实美国人花这么多钱搞这么多球 其真正目的也并不是为了节约用水 而是保证水体的质量和饮用安全 因为洛杉矶水库可是这座城市的水费 是全城人民的饮用水源 但专家检测水质发现 水中含有大量的天然存在的锈化物 锈化物本身对人类健康并不构成威胁 但如果这些水进行臭氧处理 它就会形成锈酸盐 正如我们所知锈酸盐是一种致癌物质 洛杉矶水电部门一直在密切关注 水库中的锈酸盐水平 但由于某种原因 当水进入水库时 其致癌水平会不断的加剧 后来发现 当锈化物和用于消毒自来水的氯气 在阳光的作用下 会比与臭氧处理池产生的锈酸盐更多 所以才会花这么大的精力 向水库投放上亿个遮阳球 其真正的目的就是为了阻挡阳光照射水面 从而使这种化学反应无法发生 尽最大可能降低水中 致癌物锈酸盐的含量 其根源还是为了饮用水的安全 其实遮阳球最早被称为鸟球 应用在机场附近收集雨水的制洪池上 主要是为了阻止鸟类到达水面 以保证飞行空域的安全 当然遮阳球还在工业上确保氨水不流失 一些石油工厂 为了防止水分蒸发也会使用遮阳球 怎么样 现在明白这9600万个黑球的意义了吗 这一期听起来比较枯燥 最后咱们也轻松一下 看看人们在水中玩绿球工程 这至少不会像看黑球那样密集恐惧了吧 来一次旅行长一点姿势 有什么问题请留言欢迎转发点个赞 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 我们行影无离